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备在日本大阪举行会晤之际 美国各地的大城小镇正在筹备着一年一度的独立日庆祝活动 每年的独立日活动往往都少不了烟花表演 一些业内人士担忧如果美中贸易摩擦持续加深 独立日的夜空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番光景 详情请美国之音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莫宇 是 那烟花表演是许多美国城市独立日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及压轴大戏 那今年首都华盛顿的烟花表演就由两大烟花公司赞助 预计将会给观众呈现35分钟比往年更为绚丽的烟火 不过美国的烟花基本上是依赖进口 而且大部分来自中国 那在美国贸易纠纷持续一年多以来 烟花和其他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居民消费品一样 一直倖免于两国间的关税战 但是在5月美中贸易谈判突然陷入僵局 2020年的独立日可能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5%的关税的影响会非常严重 可能打击美国的烟花产业 在零售领域 关税就会是消费者不得不支付的税 对那些想要在独立日举办烟花表演 但资金不足的小镇来说 25%的价格上涨可能是很严重的 赫克曼说今年的7月4日前后呢 全美各地有大约16000多场烟花表演 他说如果涨价25%的话 很多城镇在今后独立业的这个活动呢 那在那个夜空也许就是漆黑的了 当然美国并非一直以来都是高度依赖中国烟花的 美国原有自己的烟花产业 主要集中在中西部 比如俄亥俄州 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 在美国环境和劳动安全等方面的法规收紧之后呢 本土产业逐渐萎缩 中国逐渐成为美国烟花的主要来源 赫克曼说 这个经过40多年的从中国进口烟花之后呢 烟花生产很难回到美国本土 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所有烟花都需要手工制作 没办法自动化 需要技术熟练和接受良好培训的工人 是非常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烟花制作不可能回到美国本土 不会发生 当然赫克曼也表示说呢 他对美中两国之间能够化解这个贸易纠纷 表示乐观 他呢希望两国领导人在本周末的大阪会晤期间 能够传出积极的信号 乔战 好的 感谢墨语为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 do ass 我试 cle